在每个星期三是石门老梅社区的共餐日 而过去公所发放的每人一个环保餐具 新加入的成员虽然没有拿到 不过也有自备环保餐具 使用率可以说是百分之百 不仅爱环境也减轻志工负担 石门区老梅社区发展协会共餐活动每周一次 固定的十位志工班底 每周都会变化出至少十道菜来给长辈享用 而老梅社区的共餐更是以丰盛出了名 每周时间一到据点中长辈座无需席 特别的是为了表现对志工的感谢与疼爱 老梅社区的长辈共餐使用的餐具 都是自己带用餐过后也会带回家自己洗 减轻共餐志工的负担 老人共餐都是早上差不多八点半左右 我们的志工他们都来分工合作 有的人搬菜 微洗菜 切菜 炸的钱的部分 炒菜的部分 都是我们志工自己在分工合作的 一般就是十道菜 差不多十道菜 有时候十二道 连汤 最多是到十二道菜 最少有十道菜 每周三就是老梅社区的共餐时间 在区公所的支持之下也鼓励长辈注重卫生又爱环保 两年前发放每人一个环保餐具 因此也可以见到据点中大部分的长辈都使用同款的餐盒 而新加入共餐的老人家虽然两年前没拿到 也会自备环保餐具像是瓷碗 铁盘等等 环保餐具的使用率可以说是达到百分之百 公所为了鼓励我们这个民众的环保意识 那我们利用共餐时间 我们在之前大概两年前我们就有发放这个环保碗 鼓励民众可以自备环保碗来共餐 第一个它环保 然后也卫生 然后也减轻我们志工的负担 那现在推行的成果很好 那刚刚看到我们这个老梅社区的共餐据点 百分之百每个人他们都自备 公所提供的或者说家里自己的碗筷都自己准备来 其他的据点跟老梅的状况其实也差不多 那使用环保碗的比例都已经很高了 那公所也会再持续的来推动 来到老梅社区的共餐中 绝对不会看到一次性的餐具 而去公所表示 其实这也是长辈对志工的疼心 让志工不需要煮饭后还要清洗餐具 未来去公所也将持续推广各个社区 多多使用环保餐具 借此要减轻志工的工作量 也为地球环保尽一份心力 记者 廖平安 十门采访报导 根本不削掌